Hello,大家好,我是Mr.Edmondso 今天會為大家講解就是 HKDSE 2014 Mathematics M1 Session 8 Question 6 請留意畫面的訊息,如果你未曾理解我 為何要做這個影片 又或者如何正確地使用此影片 請你Posture畫面 Otherwise, we can go on 好的,第六條A 都比較相對的容易,譬如它給了EX,然後找回K 大家都知道 就知道了,何謂這個EX,即是那個 我們叫Expected Value,又或者有些人會看法就是Mean 就是每一粒數據乘回它出現的概率 我們就會計到Expected Value 畫面上那條色,又給了你 我的做法又給了你看 你計完之後,你會計到K等於-2 A Part,那就搞定了 去到B Part,我們就從那個表裏面的資料 然後呢,我們要找那個Variance 3-4x 那Variance 有條公式的,就會說 我們找到Expected Value Otherwise的,是X2 不是X 然後把它減回Mu二次 都搞定了 那這裡我就沒有證明給大家看的 你去問老師 看書 那我們的做法呢,就會簡單一點的 雖然有些人看了Marking 就說,可以有另一個方法做 那個方法比較頓 那我就用一個比較 快捷的方法 先從 現有數據裏面 就找出了那個Variance X 或者叫Var X 然後就再利用 Var Variance的另一條公式 去處理了Ax加B的問題 即是現在畫面上的3-4x OK 會計出了128.64 那為什麼Expected Value呢 我們就要抽個A加B就行 Variance呢 我們就只需要A二次 那這個就很簡單的 我們用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去試一下 看看能不能說得你明白 如果有3條,一個是10分 一個是20分 一個是30分 你每人加10分給他 即是由10、20、30 轉去做20、30、40 他們的離差都是不變的 每個人之間的相差的一樣 大家都是要是差10 要是差20 是沒有另一條路走的 相差 是沒有變的 即是10、20、30 和另一組 20、30、40 所以我們說 當我們整體數據裏面 一起加個數字的時候 我們是沒有令到離差有改變的 但我們如果將它乘的話 離差就當然有改變了 那為什麼要A二次呢 我們在說離差 其實就是我們日常生活說的 就是standard deviation 即是sigma 由於variance 就是 sigma的二次 就是standard deviation 二次就等於variance 所以 那個離差的倍 的倍數 例如A 我們都要將它二次了 這個是我最簡單的講解 OK 看看六c 六c裏面 他就說 找這個 probability of g and h 那g是什麼 g呢 就是x 小於4 h呢 h呢 就是x 大於或者 等於負1 那就是說 如果兩個條件都對的話 x就是由走於負1和小於4之間 負1和小於4之間 就只有一個腦筒而已 只有x等於0 只有一個數目字而已 現在我們計的就是 px等於0 x等於0的概率就是0.2 又說計完了 OK 那 如果有什麼問題就找我 如果你覺得我的work work is helpful的話 那你可以幫我share出去的 這次經銀行送給大家的 因為神 就是教你身為我 只能夠教你知識的 有緣的在樓下試打一間教會見 拜拜